这一集要来和大家分享什么素食料理家常菜呢 今天要分享的是南洋素食海南鸡饭 这道料理也是我来到台湾会很想念的家山菜哦 海南鸡饭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饭 饭要煮得够香够入味 因为它是这道料理的主角 是海南鸡饭的灵魂哦 大家好我是Kissing 欢迎来到Kissing Wong TV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物 你呢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 还是你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给我给这个影片点个赞哦 这样呢就不会露见我的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了 既然海南鸡饭是今天的主角 那在做菜之前呢 先来聊聊这个生活的必需品白米 大一呢来到台湾的时候 发现马来西亚最大不同的食物 就是台湾的白米饭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白米饭 从来都没有吃过白米饭这么好吃 马来西亚大部分的白米都是硬硬的 没有水分 细细长长的 没有什么Q度 台湾的米呢 很软 Q弹 没有水分 所以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台湾是包到 新米这次有举办全台试吃员大招募活动 只要复运备就能获得免费的新米试吃包哦 那么他要举办原创料理日记大赛收奖 是20年份的新米 还有呢100份的超商购物金 这些活动的连结呢 我会放在影片的说明栏下面 好了 言归正传 纯素海南鸡饭呢 要准备的材料呢 我会放在置顶的留言处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做纯素的海南鸡饭啦 今天我准备用新米来煮素食海南鸡饭 新米的品种是台中194 是两种米王台港9号以及印度Basmarti结合而成的品种 是全台食味值第一的米 而且新米是产销利率食品 从栽培到收割安全管制 你还可以扫描QR Code 看到是哪一位农夫栽种的哦 今天煮了4杯米 白米洗干净后备用 再来我们切5-6片姜备用 香茅准备5根 将蒂头切掉 蒂头有点硬 要用点力气切哦 先剥掉香茅不漂亮的外层 然后用研磨棒捶香茅 这样香茅会更容易释放出香气 这是我自己种的斑兰叶 也叫做七星兰叶 准备5片 撕一撕 这样斑兰叶的香味就会更容易释放 打一个结 这样就可以咯 锅内放入30细细的油 煸香姜片 再放入香茅 大约炒2分钟后 将香茅和姜片拨到旁边 倒入白米拌炒 这时候可以闻到微微的七叶蓝香味 因为心里有印度Basmati 香米之王的基因哦 好香哦 大约炒了3分钟 我们将白米放入电锅中 倒入4个米杯的蔬菜高汤 蔬菜高汤的做法可以开右上角的资讯卡 最后放入斑兰叶 就可以拿去煮咯 如果你是用电锅煮饭 外锅可以放一杯水 等电源跳起来就可以咯 接下来我们准备腌制豆包的酱料 酥蚝油1汤匙 酱油1汤匙 香油少许 胡椒粉适量 沙茶1小匙 放砂糖5克 我们将调味料拌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将调味料涂抹均匀在豆包上 豆包的里面也可以打开来涂 我们先把豆包放在旁边让它腌一下 现在要来做海南鸡饭的辣椒 准备30克的姜切片 再来切红辣椒65克 小辣椒3条 如果你不想要那么辣 可以不需要加小辣椒 再来草莓6颗对半切 再来草莓6颗对半切 挤出3颗的草莓汁 然后将种子挑出来 带皮的草莓 也要用小汤匙把种子挖出来 现在我们要来打 苏食海南鸡饭的辣椒了 把姜片放进去 绿盐磨鸡 还有辣椒 带皮的3颗荆棘 3颗荆棘 3颗荆棘汁 5公克的盐 10公克的2砂糖 再来两汤匙的白醋 盖上盖子 准备来研磨了 可以放10ml的水 这样会比较好打哦 全部食材都搅碎之后 就可以倒在碗中了 然后可以加点香油 搅一搅 这样素食海南鸡饭的辣椒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放些地瓜粉在盘中 将腌好的豆包沾上地瓜粉 四周也记得一定要沾到地瓜粉哦 豆包的每一处都沾到地瓜粉后 我们就可以放在盘子上 等一下要准备拿去炸咯 油的份量大概是 盖过豆包的一半就可以了 用中小火炸到表层金黄色后 我们翻面再继续炸 两面都变成金黄色后 我们用滤网将豆包取出来沥干油 素食海南鸡饭会搭配黄瓜吃 在台湾我用小黄瓜取代马来西亚的黄瓜 可以准备一根叉子 在小黄瓜身上刮一刮 这样小黄瓜切出来的时候 就会很漂亮哦 现在我们要来切豆包 一个豆包可以切成四等份 我们的饭已经煮好了 准备一个小盘子 要将斑兰叶和香茅取出来 素食海南鸡饭的饭好香好香哦 满满的香茅和斑兰叶味道 我等不及想吃了 马六甲最有名的就是海南鸡饭粒 所以我要来做圆圆的素食鸡饭粒 首先要准备保鲜膜把干净的布包起来 取一些饭放在包了保鲜膜的布上 把它捏成圆形 要用力挤压然后再捏一捏 像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 我们依序将饭粒 豆包还有小黄瓜 辣椒放到盘中 哇,你看看 我怀念的家乡料理 素食海南鸡饭完成了 这香味好熟悉啊 就是这个味道 仿佛回到了马来西亚了 用心米做成海南鸡饭粒 就算捏成了小饭团 饭粒都还是粒粒分明 口感非常特别 冷冷吃还是很Q弹 热吃时很Q软 不会因为煮太软 而跟菜糊在一起了 你们喜欢素食的鸡饭粒 还是豆包 还是辣椒呢 快留言跟我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 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刷手快速上做的 素食料理加常菜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要给这影片点一个赞哦 好啦,我们下一集见了 拜拜 M Sherman 李宗监 感谢观看